跟東哥結束了16年的異地生活 47歲的男性何潤東和女性林佩熙 在2016年結婚 何潤東因為將事業重心放在大陸的演藝圈 雖然她名利雙修 但就被迫要和老婆分隔兩地 不過林佩熙近日宣布 和何潤東結束了16年的異地生活 她搬來台灣去了大陸生活 是飾品設計師的林佩熙說 由於長年做手工 去年我的手開始出現了問題 嚴重的時候生活都不能自理 於是開始來到恆店養傷 何潤東娘夫婦終於都不用分隔兩地 而林佩熙也都在何潤東的經理人推薦之下 開始做直播主 甚至創業愛情事業良相收 廣播娘子承認婚愛情之後 起星期日宣布 和藝術家老公鄭統順離婚 結出13年的婚姻 起今日 鄭統順終於打破昨天 她在官網發表聲明 說事情發生之後 陪體手下起她家門口 小朋友都沒有辦法出街 加上她現在和廣播娘子 是分居的狀態 她根本沒有辦法和小朋友交流 非常之痛苦 所以她決定一切以小孩為先 沒有向廣播娘子要求善養費 亦都不想再等廖宇周作的回應 她又說 如果繼續追究 廖宇周作的責任 事情就會一直拖下去 外界會覺得她 是為了錢 這樣一來 雙方的宅女創傷會加深 所以她不想讓局面更加複雜 決定盡快結束 令到雙方的小朋友 都可以回復平靜的生活 人稱不老男神的張智霖 日前滿頭白髮的近照曝光 相片裡的Lan Lan和Chi Lam 都是以樸素打扮現身 一起穿著白色三情侶裝 Lan Lan雖然以素顏上陣 但都是名艷照人 而Chi Lam就可以見到 髮量明顯少了很多 頭髮九一分戒 露出一大片額頭 仰逸一股民國民清味 氣增外表更像朱志青 有網友稱讚Chi Lam雖然變老 但仍然是一個臭老頭 33歲的陳家寶 和初女男友結婚後三年抱衫 幕前工作亦減產 陳家寶近日看完電影《Barbie》之後 又敢移化 她寫了一篇簽字文 分享做女人的苦 她說外交對女性 女藝人的外表的要求都很苛刻 而自己生完小孩之後 要花非常大的努力去保養身材 容貌焦慮 自我否定等 全部都有苦自己知道 覺得自己無論做母親 做女、做老婆 做藝人、做朋友 全部都不合格 陳家寶還說到 作為女藝人的容貌焦慮 經常都被人拿來比較 令到她很大壓力 她說 陳始皇都求不到長生不老 難道一個普通的女人可以做到嗎 還說自己在懷胎九月的時候 還會堅持帶著重重的身軀去健身 而她最愛的珍珠奶茶和格仔餅 基本上每年才會吃會喝一兩次 不過陳家寶到了某個時刻 又漸漸豁然開朗起來 她呼籲大家 不要理會別人的眼光 你的自信、開心、最重要 Yoyo陳志堯這麼多年以來 都有拍攝封空簽體廣告 最近她載到與相關公司續約 客戶還重本地租用豪華遊艇 去到東平州拍攝新一室的廣告 Yoyo帶了她嬌人的上圍和美腿 看來完全不像一個41歲的媽媽 今次續約 Yoyo笑著說 酬勞滿意 也有加碼 她最近真的忙到脫下 除了忙於拍攝七一室的風空廣告之外 她也有參與無線的飲食節目 同時忙於做直播工作 當年張學友主演兼任藝術總監的音樂劇說 浪湖全球公演場次郭巴祥 是華人音樂劇歷史上演出場次最多的音樂劇 劇中女主角之一由新加坡歌后陳潔儀飾演 完成演出之後二人已經甚少同場現身 近日張學友到新加坡舉行一連十一場演唱會 及人不少老友到場支持 其中一位正是陳潔儀 陳潔儀興奮留言表示 看完Jacky的演唱會 我更加篤定要打消退休這個念頭 年齡不應該限制我們 除了我們自己的意願 兩人激行同寬引起無限回憶 網友盛讚陳潔儀外貌保養得意 TVB 遇用媽媽陳秀珠 重映超過40年 她在前年6月宣布離巢 回復自由身的她 非常享受半桌優的生活 不時相約好友聚會 日前她就跟李婉華 和鄭浩南等犯罪 見她戴著灰黑色的CAT帽 打扮年輕 就算跟小十歲的李婉華同寬 都完全不輸洩 而去年自爆分辨的鄭浩南 雖然外貌留下不少碎的痕跡 但仍然一身肌肉 健康有型 早前她自爆因為疫情 有16個月沒有回家 回到大馬之後 發現老婆和子女都消失 又暗示太太出軌 甚至連所有物業和車 都不再在她名下 人才兩失 堅舉重拾笑容 似乎已經走出了7分的陰霾 兩開始 這本是我自己的第三本書 對上一次推出書 其實是說的差不多十年前 是 所以就沒想過可以再推出一本書 其實我自己對文字是有一種著迷的 因為我自己小時候 其實我自己一個很喜歡的旅遊作家是沙武 它很影響我 覺得旅遊是要寫文字和要記錄低的 所以自己可以終於出到一本的郵寄 記錄很多其他人的故事 我覺得是一個成就解鎖 路邊有沒有看過你的著作 我一直整理的時候 其實他一直都一直看 他還會在家裡朗讀 某些以前的旅遊日記 那郝文宜成有沒有說 絕都想買幾本 他又說他買五本 五本就只有五百本 是 他說了而已 還未買的 你提醒了我 我要提他 你叫他買多些之後送給人 我相信他 你問他 我生氣我不想幫他兜 好 好 好 大牙昨天表示 收到台湾法院通知 宣布黑人和泛泛涉高 原本以為事情已經高一段落 想不到黑人改革刑事 立即引發了外界關注 大牙也在面臨訴訟的壓力 還求助了一身心科和心理諮詢 她還說不知道揭開雙巴後 需要承擔這麼多壓力 甚至不認識的人 都替她擔心 但她始終認為 事實是不容挑釁 而第一個站出來 高花許傑輝 掀起了台灣MeToo運動的女星黃雲音 也有留言替她打氣 叫她好好恢復原本的步調 好好生活 好好之商 找回睡覺和吃飯的能力 還說我愛你